Lio聊世纪 天天都不信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来看一家人对上亚米亚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先来介绍一下 鸿帮选择的位名是印加人 印加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军事食物消耗减免 是非常多的 不管你是要出 建兵勇士 或是老鹰投石手 相对长 或是战毛兵 都有这个减免 所以印加人 也被Ryper评比为阿拉伯 打架地图 第一名 那印加人 他的玩法 是比较偏向于 打老鹰 还有枪队长 投石手作为主力 那印加人本身的老鹰 也是特别惨的 但是印加的最大缺点 就是他的经济加成 并不明显 而且能省下来的木头 算是比较多一点 他的木头 可以因为房屋 变成两倍人口的关系 所以盖洞防止 敌两洞 敌洞 所以是死人口的概念 所以印加人本身 是在前起 会比较 需要少量的木头 去 会减少这个卡人口的问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亚密尼亚 那亚密尼亚人 最大的特色 是他第一个强化教堂 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圣物 所以在阿拉伯地图来说的话 是只有五个圣物 那强化教堂补下之后 就会地图上 会有六个圣物 所以亚密尼亚人 可以利用这个经济的效果 去提前 让自己的黄金跳起来 但是他的经济最大的加成 还是在罗车研发的科技 点下一级农田 一级伐木 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 我记得是增强40%的效率 非常强大 那亚密尼亚人 他的复合弓箭手 还有这个白血剑柄4 是他的主力 好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 封箭师大概怎么打呢 那我觉得这场对决也蛮特别的 因为亚密尼亚人的复合弓箭手 对于老鹰来说是完全的天敌 因为硬家的老鹰是高远防的步兵单位 但是复合弓箭手是可以无视敌方的装甲 进行伤害的 所以亚密尼亚人 也一个上来说的话 是有点抗壳到印加人的 那印加人的剑兵勇士呢 也打不赢亚密尼亚人的剑兵勇士 100滴血的剑勇 跟70滴血的剑勇 差距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但是印加人这边又有折扣减免 所以入死谁手 还真的是不好说 那印加人本身也有投尸手 也可以暴打亚密尼亚的剑兵勇士 那亚密尼亚人也有弓箭手 也可以反射投尸手 所以这一场游戏 算是互相克制吗 说不定 那这边看到 这边给下了封建时代 印加这边也补下了 看一下这边的封建时代会怎么打 好 印加人这边封建时代补下 这边是双伐木场 好这里军营补下 可以围一下 也只有柴 两边应该是打弓箭开喔 印加是弓箭开喔 因为他除了军营就只有弓箭了 原来如果是要打棒棒的话 那早就这个时间点会去打这个棒棒出来了 好这边升到封建时代 先点下了长枪兵 情况赶快来挖一下 但是现在圈木头 这里要先下四边场了 还是要先下采矿地 OK先下采矿地 好两边细节不一样 好 这边是选择了打这个肉马 肉马开局 肉马开局 要怎么戳呢 诶 戳得到吗 戳不到 三只肉马 好 这边赶快 三只肉马奔跑过来 看一下左边这边状况 这边有什么状况呢 这边是 诶 没有射箭场 只有军营 诶 没想到是要打老鹰吗 YO这边是看到MBL打老鹰 不知道会不会嘴角上扬 诶 打老鹰 我纯爆马 打老鹰 OK 但是遇到枪兵是不行 所以MBL这边的重点 是要把这个枪兵摆在对的位置 就可以做到很好的效果 好但MBL打老鹰的问题 跟枪兵喔 就是伤害力不够 甚至有可能会被村民爆打 好 骚扰来说还OK 但是要做到很好的骚扰效果 就另当别论了 我甚至有点不太想理 MBL 你的老鹰跟枪兵 在村民的面前就是一个 可理可不理的对象 所以 是我看到的话 我会会心笑 洛马配老鹰 除非他老鹰多起来 他就另当别论了 好 这边枪兵稍微细节 打了一下往后拉走 但是最终还是被洛马给收掉了 细节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MBL 但是这边老鹰遇到洛马 真是没得打 体质本身差太多 这个老鹰的伤害还比洛马少了一点 可以看到 银子少是4点 洛马是5点 但是血量上来说是多5点的血量 但是还有这个机动性的优势问题 所以正常来说 洛马的优势会比老鹰还要更大 好 那家里转出工兵单位之后 这边老鹰直接撤走 好 YO这边工兵准备来到了前线 肉马配工兵 这个打法非常难打 拥有机动性的伤害 也有远程的火力伤害 在风景时代来说 这个组合是我最 觉得最难打的组合 跑得又快 伤害又高 好 这里MBL果断下了一根剑塔 但是你一个人盖是要盖多久 完蛋 哎呀 这要盖7749天才能盖好了 趕快拉多一点来盖吧 两个人吗 但是来得及盖好吗 我觉得来不及了呢 好 这里MBL 中午受不了 转出射箭场跟毛病 看来走老鹰路线 这边还是有点单薄 第一时间YO细节射掉了长枪兵 长枪兵射完之后肉马就会上前 肉马第一时间解掉了一些老鹰 后面的弓箭手还在努力输出 但这边攻打的是前方的 肉马 这边看起来是两只弓箭手跑得掉吗 好像可以喔 这边有高地 没有打穿回头 冤血量很残 哎呦被一只弓箭手狙杀瞄准 点掉了 好第二只老鹰再继续往上推 好这边亮望塔继续补下 好弓箭手点一点 点一下肉马 肉马点一下 哎没有点 回头点一下残血了 OK点掉 走欸再走欸 再走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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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再点一只肉马应该可以 哎呀再次出 会死吗 碰冰 哎呀哎呀残血了 哎呀哎呀 天天天啊这要撤这要撤 不能打不能打 哎呦这边再投下去 会拖到头破血流 后面有毛病在了 好那我还要看到MBL转毛病 哎应该是稍微觉得 哎自己稍微拿到一点小小的优势 那这边工兵要继续补吗 还是要补一个双射箭场 待会上城堡时代 补射箭场 还是要继续打肉马呢 好 那亚美尼亚人喔 这个文明其实也是可以打骑士的喔 城堡时代 二攻二防品种其实都是有的 那我们之前的比赛大赛中 也看到道德使用亚美尼亚人 纯马爆 打赢了马国 所以亚美尼亚人喔 实质上他也是满适合打骑兵单位的 并不会说 欸这个 没有三级马凯就不能打的问题喔 只要把他想成是波兰的 骑兵素质喔 就会觉得好像稍微可以用 这个念一转喔 想法就会不一样 这个你的战术打法 就不会局限于在特定的工兵步兵骑兵的环节里 好 这里木墙赶快围 抄一下 这边想要围起来 这边是盖房子 好 这里尾围起 狂兵工兵 没有办法做到任何的事情 外奥这边是 底下城堡斯丹 还有30秒左右 好 40秒左右 OK IBL这一坨工兵数量很大 那亚米尼亚人 这边转的是双射箭场 OK 跟我想的一样 那为什么打一家 不是转双马凯 我是觉得 亚米尼亚人的工兵 其实是蛮适合打双射箭场开局的 在阿拉伯来说 会有比较更大的爆发力 那当然打骑士路线 也不是太大问题 我觉得这是单纯 取决于这场战术的选择而已 但我是觉得打双射箭场 以节奏上爆发性来说 威力虽然是有 但是如果遇到 硬加的老鹰爆的话 就会很尴尬 所以MBL这边 也要打工兵吗 还是要转老鹰呢 诶 这边是转工兵 两边都是转工兵 OK 好 这边奴兵上城堡时代初期的爆发力很强 看一下这里能不能 做到点事情 MBL要先把后面这一坨奴兵解决掉 才能解决正面这一坨奴兵 好 这边绕背 但是YL已经有感应到了 诶 这边工兵过来了 这边有高地可以上 往后射一下 哇 射到了 距离够近 好 这边想要高打第一 拿到一些伤害优势 跟减少的效果 这边臭敏被射倒了一只 这边YO多线操作 MBL这边也多线 那这边多线能打到的东西有限 只能先敲木墙 看能不能敲进去 好 左边这一坨奴兵还在绣操作 三只奴兵换掉了一只 然后这两只奴兵还想要再绣 好 这边D打高 好 顺利解掉 好 顺利解掉 好 后面的穿迷要围起来 把这个司机堵住 好 看到司机选择要撤退了 里面也是双射箭场 好 后面点掉 这边点得很漂亮 OK 两边都是绣操作 MBL这边赚咯 连续赚两只工兵 这个时候是不是太早滴掉了 哎呀 这个司机尴尬了 滴掉之后让MBL16进来 本来没事的 变出事啦呗 都已经过完年了 出事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好 外奥这边的绣工兵 也是绣得非常精彩 左边这边也在绣 这边顶尖高手 他们的绣工兵 不是只有绣单边的 绣两边的 好 左边的MBL 工兵已经打赢了 胜利的解救这一坨工兵 好 外奥这边目前是村民术有优先的 3TC开农 对 这边可以看到 YO的城镇中心的闲置 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这边有办法 因为他现在是需要赶快 控制把这个前面的工兵打赢 压力才会小一点点 好 这边MBL直接果断放弃 把自己的工兵送光了 但是也换到YO非常多的工兵单位了 好 MBL 这边是要打算开3TC了 有个两个人挖石头 可以开了 好 这边 3TC开农 然后补一个强花教堂 那个强花教堂里面有生物的话 还会自动射箭 所以亚美尼亚人第一个强花教堂 通常会放在比较偏外侧的位置 同时是力也是弊 但是力大于弊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 毕竟如果你的强花教堂 会被拆掉的情况 通常是你已经快要正面打不赢的情况了 所以刚才TC旁边我觉得也是相当适合的 那当然乔治亚的强花教堂也是一样的道理 都是OK的 好 那这边 亚美尼亚人点一下弹道学 YO 这边很早点弹道学 然后 MBL 这里比较慢补吗 弹道学早就已经补好了 不知道哪收补的 感觉觉得他射的有点准 好 这边枪兵想要直接收掉奴炮 结果奴炮应该是活下来了 好 这边看一下工兵 两边的操作 好 工兵打一下 好 这边高打D MBL 现在有高低优势 投资车要先控好 预判位置 有预判成功 哇塞 直接预判 这是有点预判的喔 预判他会往回走啊 还有这边投资车被修掉 但是正面弓箭手 数量是差不多的 但后面有台投石车 所以造成YO 太敢打 好 这边一个高打D 换掉了一只工兵 两边工兵很努力的想要换 我还要点下了 战毛兵的升级 看来也受不了了 要转战毛了 那这边转战毛的话 要转奇兵吗 还是要直接转打 复合弓箭手 保兵单位 这边是亚美尼亚人 最难的一个分支点喔 这里不是打奇兵 就是打保兵了 这里打步兵 肯定是会被印加给射烂 还有这个投石手 所以战毛配复合弓箭手 看起来不错 但是缺乏机动性 好 外奥这边 开始补下战斗祭司 战斗祭司 这边的移动速度 是稍微快一点点的 比一般的这个僧侣 好 上前开打 再三棒 一棒 哎呀 来不及 被射掉了 预判 哇 这个预判 非常漂亮的弹道 MBL被秀的满脸 又拉了一台投石车 哎呀 先打投石车 预判 预判吗 要预判吗 预判 不用预判 直接A掉 哇哟 这里打得非常漂亮 收好 收满 MBL 有点尴尬了 两台投石车 都落入了 敌手之中 好 那MBL 这边是继续 打这个 投石车 配弓兵路线 也没有打算要转兵啊 雙方都是3TC开农 并没有太想要大打出手 还是想要3TC 农到地农时代 帝王我们再来决战 我们先小打小闹 好 那YO这边 投石车全部被解掉了 现在MBL投资的投石车有点多 村民差距并不明显 现在是89吋 对91吋 这个战斗祭司 被点掉了 哦 这边转出来的东西是 复合弓箭手 哎呀 真的是要打复合弓吗 但不确定复合弓的问题 适不适合 但复合弓确实是很适合打印加人 我们刚开城我讲到 好 这边战毛兵 直接被投烂 工兵配奴兵 是很好克制对方战毛兵的 投石车克制战毛 工兵克制复合弓 所以YO算是比较偏被动的那一方 还是要转一些投石车去反制回去 好 印加人这边是点一下地农时代 这边地农时代稍微卖了一点 稍微买卖一下吧 还差200块黄金 要不要卖一点肉呢 但是对于职业高手我们来说 对于卖肉这件事情 是比较 没有那么积极度的 别人对他们来说 肉是一个很稀缺的资源 毕竟点什么科技喔 大部分都是需要用到食物这个东西喔 所以有他们的想法 是 能理解的 这边 这边怎么换掉了呢 好 这边MBL 印加狂压 外面复合弓 往后绕 看一下能绕到东西 结果这边看到在盖TC 但是来到前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TC已经盖好 YO掉头就走 没有想要继续留念 前方的强花教堂可能会被打掉喔 里面两个圣物 现在YO这边远程采矿 这个罗车怎么 有点远 有点远 在下方补一个城堡 想要防守住强花教堂 后方的复合弓箭手 还在骚扰当中 但是MBL也转出了一些战毛兵 但战毛兵被复合弓箭手射也是很痛喔 看是打亚敏尼亚的 看是打亚敏尼亚的 霍尔弓箭手 还算是不错的伤害 好 亚敏尼亚人这边是点下了步兵铠甲 最后要走一个步兵路线了 那走步兵路线的话 MBL就会相当有优势了 好 投尸手 造价便宜 食物很少 食物的压力非常少 而且对于英家人来说是一件好消息喔 帝王时代的消耗来到了非常多 非常夸张的地步 这35% 65折吧 好 那英家人这边是点下了巨型投尸机 三台巨头 开拆 好 这边是补下了三级射 还有砖瓦技术 这里三个射箭长 六个 六个射箭长 好 点下了工兵铠甲 还有化学 先把复合弓箭手的 素质拉到最满 好 这个战毛 剪掉 大家生物还没有剪完喔 上面还有生物可以剪 好 正面雅美尼亚人城堡 被投爛了 WIO这边陷入了绝境 哎呀 这个投尸车 WIO换得很漂亮 这个连1换1都没有 两台投尸车 顺利收下 这里补雷根箭塔 MBL想要控制这个金矿 在这边 战毛兵有点耐抗 箭死啊 射起来一点都不错 WIO这边 战毛兵三级弓兵甲 这是坦度十足 结果这边拉了巨型头十几 要来解亮望塔 没想到这边也有点状况了 好 好 但是WIO没有救家里 这群投尸机没有补到前方 反而是转往上方 拆掉了这根烈望塔 阻止MBL挖野心 好 这里有妥兵 好 战斗机师来捡生物 刚好MBL会看到吗 看到了 好 这边 WIO刚刚盖一堆房子 是不是想要 试试看可不可以盖呢 还是板 是不是想盖 应该是想要板 就在那边盖房子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以前的世纪帝国 是不是可以敲地局去判断 那边有没有人盖城堡 或是有没有建筑物的 或是开TC之类的 这个是有点 也不算很久以前 大概四五年前 以前的事情 那时候就觉得 诶 怎么还可以用这招 判断对方的 在干嘛 之类的 好 这边战毛兵 抬不住 但这坨奴兵MBL 有点弄到了YO YO这边村民宿 只剩下98村 会面差距约为24村 MBL 看起来是 有点 站上了风 好 转出了步兵铠甲 老鹰起飞 那YO这边最害怕的就是 自己没有足够的城堡 可以铲出 复合弓箭手 那这样一来 MBL的 织物盾老鹰 就可以尽情地 飞来飞去 远防8点 再点下植物盾 点下了 植物盾老鹰 全部点满 没有复合弓 那我就可以尽情飞翔 但是YO这边还有反制手段 就是剑兵勇士 这个剑兵勇士 已经点完了金冠技术 血量来到了100滴 白血剑勇 守司城堡 右边战毛兵 去解一下奴兵 老鹰直接往右边飞 不管这根城堡 MBL看到 劍有点多 赶快按个投尸手 老鹰分两路飞 三路飞 三路飞 最麻烦 巨型投尸机 赶快先拆掉 工程器制造所里面的东西 这根城堡还在砍 好 投尸手出来 这里想要反打吗 好 投尸手开始在输出 YO这边要回头应战吗 还是要先拉掉城堡的射程呢 OK 先拉掉 好 正面的巨型投尸机还在输出 但是用巨头解掉了投尸车 哇靠 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好 白血剑勇 硬扛着剑矢伤害 想要拆掉一台 有机会吗 哎呀 没有机会 YO这边有点冰临 绝望状况 怎么办 复合弓 没有要按 继续按剑兵武士 巨型投尸机 开始反推回去 好 画面只是最后一根城堡了 YO的最后希望 这个强花教堂 在下面补了一个新的 好 二起弓补下 三弓马上补上 YO的步兵 科技已经全部升满 哇 投尸手数量已经来到了24只 要解YO的大量白血剑勇 应该是绰绰有益 但是投尸手的缺点就是走得慢 所以剑兵武士是可以 处于领先的移动速度的 0.99 追上0.96 其实也差一点点 就慢一点点而已 好 这边追上 投尸 投掉 OK 而且现在投尸手 还可以获得拇指环的效果 这个 爆投尸头速度非常快 好 但YO的准备已经好了 战毛兵打投尸手 正面剑勇砍老鹰 这是YO这边的想法 这里不成功变成人 右边的巨镜头CD 先被拆掉 YO这边正面决战 但没有巨镜头10基的工程 是一个好工程吗 不知道 YO这边是想要继续突破这个城门 但这个城门实在是有勾卡 要不要直接手撕掉呢 剑勇砍城门速度很快的 但是YO这里面有这个打算 一直用手点后方的 投尸手 剑掉几只 但是正面的剑勇勇 是砍掉了很多老鹰 这个金矿要是再拿不回来 YO就要打出GG了 所以这边是YO已经要 孤注一指的地方了 好 这里回头 再砍个一下 巨型投尸机 后面有四台 五台巨头 五台巨头要赶快往前架吧 去反攻一下YO的巨型投尸机 前方老鹰有点送了 这里不能不能打不能打 这边MBL 最好是把这个老鹰的数量保存起来 然后投尸手 投尸手尽可能去攻击 建兵勇士 但是如果投尸手上前 老鹰也要上前 因为对方战毛也一定会上前 只要老鹰上前解掉战毛兵 那投尸手就会 比较舒服一点 好 这边巨型投尸机解掉了 第二台有机会吗 这个再解掉 YO还有心态吗 再一发 躲掉 OK 修回来了 没问题 好 这边直接用老鹰去解 哇靠 这一堵老鹰 激动性优势就是舒服 好 投尸手这边攻击 好 建勇还在爆 但是Wild精进来到了紧绷 MBL三级攻也不下了 这一波大战 双方的死伤人数已经超过了 快要100人 哇靠 这里最后YO 久攻不下 选择了撤退 这一侧可能会 陷入GG的环节 因为YO已经断黄金了 哇 这个就是印加人 阿博最强文明 S级文明 好 不是最强 最强是谁 还真是不好说 会有争议 好 安帝斯弹弓 点下了 减少这个 投尸手的最小射程 那他不会 因为近距离就不能投射 好 攻击力还会再加一点 4加5点伤害 攻击力变9弓 比强物质少了1弓 跟这个羽毛剑射手一样 少1弓而已 好 这边有老鹰在分推 但证明这个黄金已经开挖 只要能把这一坨黄金挖完 就算MBL赢 YO现在完全断尽状况 现在只能靠圣物过活 现在圣物不知道是几个 这里两个 这里还有5个圣物 难怪YO不想投 我有5生物 我就跟你慢慢耗 炸毛兵只要能打到这个金挖 都还是赚的 这个城堡 解掉了非常多的剑兵 我是58个单位 YO健壮 这有点麻烦 还是要转中投呢 还是战毛户头呢 这个是MBL现在思考的问题 我是觉得MBL 这边可以转出奴炮 或者是投石车都蛮不错的 因为投石车只要预判得好 打剑兵我是也会有伤害 而且投石车打后面大驼的战毛 效果是相当的舒服 应家人是有中投的威力 好 YO在上面浮裂一根城堡 难道要逆转了吗 两根城堡转复合弓 是相当舒服的喔 但是YO这边没有打算要转复合弓 好 这边应家点下金瑞枪队长 好 这边转战毛兵 想要挡 挡 挡这些战毛兵 但这个战毛数量明显有数量上的差距 好 这边又大打出手 YO这边城堡应该是 守不下 虽然在挖石头 应该也是修不回来 五台剧情投石机 至少要四十几个村民 三四十个人才能修得回来 这里村民数量明显没那么多 好搞定了 城堡瞬间被打包 连修都不想修 就让你猜吧 好这个城堡上去要直接手撕 但是城堡可以射到下方的剑兵勇士喔 这个手撕下去被撕掉的可能是剑兵勇士 而不是城堡喔 好投石手数量只剩下15只 少量的投石手 对于打剑兵勇士还是有明显的效果 好这边枪队长来到中间这边集合 可以让两个城堡的火力交叉位置 射到这边的剑兵 MBL这边的基地点射得还算是蛮巧妙的 好正上方的投石手跟战毛兵 继续往前推进 后方的巨型投石机继续开拆 好白血剑勇要上了吗 现在YO的村民数只剩下83村 村民差距来到了55村 YO的村民已经剩下不多了 经过上方大战之后 从你死伤严重 好追星投石机的数量 一台都没有 那也是MBL 这边还有五台 下面有一台出现了 从哪里冒出来的 后面有城堡吗 也没有 这边是躲在了强花教堂的射程范围里 好正上方 看一下这个状况 剑冰偶斯遇到了枪队长 枪队长错了几下之后 不对 他横弹 快退 白血真的太麻烦了 但是现在YO没有很好打枪队长方法 只能用剑勇硬砍 好 好 强队长这边抓到了 YO这边的防守空窗 順利解掉了剑勤投石机 剑冰偶斯最后的大战 投石手在后面无情输出 看他这边的血量消耗 YO直接打出了GG 我们恭喜 MBL拿下比赛胜利 哇 MBL最后还是用印加人的投石手 抱头这个剑冰勇士 那剑冰勇士这边打法真的是很难打 可能还是要转复合弓 会比较有希望一点 再毛病的话只能稍微挡住 那要顺利攻城的话 还是要靠巨型投石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是由MBL拿下支援上的胜利 生物是5生物 产能来到了3200黄金 那军事的话是1.36KD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帮助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